作为冷兵器时代最强大的武器和人类的生存工具 弓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 世界各地的射箭运动有着相通的器械 射法和相似的兴衰力程 使它虽然具备了射手交流的机器 中华传统设议最独特之处在于 把原本作为武器的弓箭转化为礼乐教化的手段 在保留其竞技特征的前提下注入了人文精神素养 孔子认为射箭可以端正人心 维系社会秩序 一个人能不能射中靶 并不取决于技术 而是取决于道德 只要射箭的时候一举一动合乎礼仪 内心和身体都保持端正 然后张弓搭箭就可以射中了 如果发而不中 那么射手必须要反省自己 用正己的方法来达到官德的目的 因此射箭不仅可以端正人的内心 还可以用来考察一个人的德行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社会的两大主题 个人乃至国家之间如何达到良好的竞争与共赢 也是我们每个人需要思考的问题 孔子用射箭给我们提出了最为宝贵的意见 他说 君子无所争 必也设乎 意思是说 君子没有什么可以争的事情 如果说有所争执的话 那一定是射箭比赛吧 双方互相作一 表示对对方的谦让和尊重 然后登场比试 射完箭走下来饮酒 这种争 就是君子之争 正因如此 目前很多大中小学 都已经开设了中国传统设议课程 旨在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欲教于社 培养记忆精湛 道德高尚 文武兼备的青少年一代 与此同时 以射箭为媒介的中外交流 也蓬勃发展 来自泰国 孟加拉 比利时 越南 德国 匈牙利 斯洛伐克 等多个国家的学生 和射手 学习并了解中国传统设议文化 大家以武会友 坦诚相待 在激烈的禁忌中 互相学习 互相激励 随着国际友人们 纷纷返回自己的国度 中华设议 以及中国传统文化 也在众多国家 生根发芽 射箭 使我们超越了国家 性别 年龄 和宗教的界限 让我们得以互相了解 破除偏见 希望更多的人 能加入进来 一起畅想美好的明天 我们 在这里 等你 看起来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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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请不吝点赞